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了让我们的节目大家都能够很高兴地欣赏 之下呢让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 今年的新年的下午的联欢会 首先呢让我们邀请我们的理事长 王玉琪来为我们致辞 代表 代表夫人 高委员 高委员夫人 还有我们全场 这么多的贵宾们 过去的两年 可以说是鸡飞狗跳 在这个鸡飞狗也跳了以后 这个猪儿 就终于是滴滴脱脱 边流着口水 边不太情愿地来了 其实这个猪呢 不管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讲 或者是对外国人来讲 这个猪都是很吉祥的东西 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 在中文里面 有一个字 有一个字叫做家 这个家呢 是上面有一个房顶 然后里面呢 房顶下面不是人 房顶下面是一只猪 就是房顶下面有一只猪的 这个材料叫家 所以各位会去看看 至少在冰箱里面 有没有摆着一点啊 这个象征 这个猪的东西 否则你那个就不像家了 那么 德文里面也讲 说 Shrine Harben 对不对 Shrine Harben表示的就是 吉利 你有福气了 我记得多年前 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啊 那时候刚刚学到这个Shrine Harben 马上就有一个机会用上 我的那个教德文的女老师很怕 在那个不久以后呢 我们就有一个班上的舞会 因为其他的同学 他们都比我眼明爽快 所以一直 一只一只的 都有人在抱着那个女老师跳 最后才轮到我 所以最后我就说了 我说 Endlich habe ich das Schrein 那个德文啊 这么说是表示德文没有学好 因为你说Shrine Harben 不能是Das Schrein Harben 那个罐子多了一个就是画舌天的主 那老师呢 从此开始不跟我讲话 大家都知道 在中国有一本非常出名的小说 无成人写的 叫什么 西游记 对对答对了 等一下有讲啊 那是李生田吧 西游记里面 大家认为最可爱的人物 是谁呀 唐僧吗 哪 是孙悟空吗 哪一个讲的 对猪八戒 猪八戒 猪八戒 它只可爱 可爱在猪八戒 有人性 猪八戒不做 他 该喜欢这个女人的时候呢 他绝对不要打出来 不会做出一副 刀貌黯然的样子 也因此呢 他变成了主 其实他原来是天上的天蓬元帅 讲了这么多 无非也就是说 希望大家 Fishwine Harben Our Ownerswine属在 谢谢 我们现在请 我们中华民国 驻奥地利的代表 黄俊阳博士 给大家讲几句话 谢谢 谢谢 acoustic guitar Foote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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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